简单演示一下 我也不是高手 说说实话啊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 华硕的有两三种 第一种我就以这个 插454500cc 为例 先从官网下载一个 下载这个更新后的BIOS 解压出来之后呢 是一个6兆的文件 6兆的呢 我原BIOS是多少兆 原BIOS是8兆 我在上面看得到啊 然后下载下来解压的是一个6兆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 他只更新了主BIOS部分 然后原机备份的有8兆 下载下来的是个6兆 为了安全起见 你就先建立一个副本 你不要等一下动了之后改不回来 有没有没有 你可以建个副本 我这里建了个副本 然后一个备份的一个副本 在一个官网下载的 官网下载的是6兆 然后我们因为他只有6兆 一般都是只替换主BIOS部分 密除外哈 就是除了密以外的主BIOS部分 然后我们替换主BIOS去以后 需要把一个9.1KB的一个DMI信息 这个DMI信息就是那个授权信息 序列号 电脑厂商等等 里面包含了一些有线网卡的地址 一些系统配置信息 把它复制回去 以免出现网卡感叹号 打不上驱动 就这个事情吧 对 对 对 你搞了感叹号是不是 抓回原厂就好了 这个就这样子啊 就是先 用max打开下载的BIOS 官网下载的 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啊 华硕BIOS X450CC 这里就是一个下载的 一个6兆的 一个我自己备份的 一个呢是我创建的副本 我怕万一刷完了之后不行怎么办 我还有一个副本 对吧 这是以防万一 我把这个官网的 丢进来 把这个 备份的 丢进去 丢进去怎么办呢 然后注意看一下啊 切换到这个下载的BIOS 然后全选复制所有的内容 啊 把这个所有的内容复制一下 这样子 把这个下载的BIOS 把它收起来 全选 复制 康套加C就是复制嘛 复制了以后 你可以用 EFI 查看 备份BIOS中的主BIOS在什么位置 这个主BIOS在哪里呢 在这个 两 两万 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那个位置 看一下啊 我把UEFI 都打开 把这个软件打开 然后 我把我自己华硕的刚刚的备份的那个BIOS 丢进去 丢进去 还没丢进 丢进去 选到主BIOS这边 看到在哪里啊 一个二 后面几个零啊 五个零 二 五个零 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切换到 备份BIOS Alert 加C 跳转到 这个二 五个零 这个位置 啊 然后我来试一下 这里要注意哈 这个偏移位置啊 在offset 栏中 他不是十六定制啊 要切换一下 这里 这里显示十六定制 你点一下 他就变成了另外一种 啊 然后你就 跳转 Alert 加G 收到这个两万 从开始那个地方开始啊 找到了 两万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从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更新之后的可能会跟以前那个 有一点点区别 哎不对啊 我这是官网下载的 我要到这边去 啊 到这边去收 Alert 加G 在备份BIOS 里面去收 Alert 加G 走到这个地方 啊 然后这里看了加B 覆盖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呢 我就试过几个 啊 都试了都没问题 啊 然后 然后 然后看到加B覆盖 协助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备份 文件中的主BIOS就已经更新了 因为我们从官网下载的主BIOS 很多时候呢 会跟你这个原来备份的呢 不一样 你原来备份的有一部分是FF 空白的 但是你去新下载一个更新之后的呢 他就会 出现这个 呃 刚开始的可能不是这个FF 这个就是更新之后的内容 啊 这个在哪里找啊 哪个在哪里找 DMI信息在哪里找 等一下嘛 马上就到了嘛 啊 我现在呢 就已经把 原来我的官网下载了这个全部的六兆内容 已经完完全整的 粘贴到我这个备份的主BIOS区域去了 啊 备份的主BIOS就是那个2000开始 20万开始 啊 从那个20万开始的 然后一直写下去的 啊 写了六兆 这里从这里开始下去的六兆 就是这位 他这个下载的这个全部内容 啊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从这个两 这个2000这个20万这个开始的呢 是通过这个UEFI 这个地方 看到了 啊 从这个地方看到了 啊 呃我这里我再搜一下 看一下到六万这个地方 不六万还六十万 一二三四个点 六个点 改成六 看一下 搞错了 要从 要从 当前 位置 啊 这里开始 这里跳 还是没跳到那里去 不知道六兆内容在这里 有一些是已经被填充了 然后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找那个DMI信息 对从当前开始跳 DMI信息在哪里呢 重新打开备份文件 完了 我们这个这个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替换了 整个主BIOS区域都已经被替换成这个下载的六兆了 怎么办呢 幸好我们以这个副本 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了 副本打开来 从副本里面找 这就是备份的这个作用 做附件的作用 然后再从里面 对十六斤字没有转换 再从里面找 找什么呢 收USB SOPOR Counter加F收文本 Counter加F收文本 收USB SOPOR 我看以前也没有收过 USB SOPOR有 收到这里 USB SOPOR 往下数 12345678 到了从这个41开始 从这个4156开始 4156开始 4156开始啊 41位置开始按Edit加1 只要选 只要选这个9.1KB内容就可以了 9.1KB刚好是245F 然后也可以换成其他的9311 然后按Edit加G 这样子 245F直接收吧 起子 然后按Edit加G 然后往下跳转 跳到245F 跳到245F 我这收到16斤字 这边就要有16斤字 然后跳到这个地方 要在这个0这里 不要在前面这个0 在后面这个0这个地方 选为结束位置 然后这里 中间这一小节 我们可以把它创建为一个新文件 这就是我们这个X X450CC 这个它的一个DMI 信息 然后后罪名 要命一个Lone 你不命一个Lone的话 你就存下来的 你就 后面你就刷不了 变成器识别不了 有没有 然后看到没有 这就9.1KB 9.1KB 这里面这个内容里面 就包含了这个 整个机器的这个授权信息 网卡信息 都在这里面吧 网卡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 好像是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一点点 看一下在哪里 好像是有个地方可以搜的 忘记了 这是一个CD弄的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平台数据 这是它绑定值的一些东西 这里是个什么东西 忘记不知道 看不懂 这边也是平台数据 只有一小串一点点 在中间位置 一小串一点点 啊 就是网卡的密 忘记怎么找了 啊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9.1KB的东西 复制回去就可以了 啊 这个呢 是我们从原备份的BIOS里面提取的 啊 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啊 啊 把这个提取出来的9.1KB啊 你可以把它复制 啊 然后丢回到我们这个 改过的 更新后的这个主BIOS这里面去 啊 然后再按 counter加F 搜索USB搜捕 找到 然后在下面这个4156开头这个地方 啊 选择 起始位置 从这个地方开始写入 覆盖 然后这样就覆盖了 啊 我就已经覆盖掉了 看到加F就覆盖进去了 啊 啊 对 有个network 没错 好 都被你看到了 没错 后面这个YYY 这一堆里面就有一个 这里是空白的呢 FF后面这一堆就是它的马克思地址 应该就是 在FF后面 网卡地址 网卡的信息 能收得到啊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从原备份的里面去把这个9.1KB的把它找出来啊 找出来之后把它替换到这里面去就可以了 换换去 你就这个就可以保存就可以开刷了 就这样子的 嗯 这是这种方法吗 这是这种方法吗 嗯 嗯 BIOS解密 你指的是什么密 如果是开机的呢 设置的BIOS密码 直接把它刷掉就好了 网上下载一个刷掉就行了 BIOS密码 下载一个刷掉就行了 把它自己的里面的BIOS 存起来放在这个地方 找位置 这个一般很难找哦 每个机器的都不一样哦 找一个没有密码的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上下载一个 嗯 啊 这个华硕就这样子啊 啊 你先去下载一个更新后的BIOS 然后呢 再把你的备份BIOS一起打开 打开了之后 把你这个下载的BIOS内容全部复制全选 然后呢 嗯 全选以后 用UEFDoor查看你的这个主BIOS 在哪一个区域 然后你在WinHacks中就跳着的那个区域 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把它全部粘贴进去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主BIOS 从这里看了是在20万开始这个地方 到这60万在中间这个里截止 那么我们就啊 直接搜 搜这个20万这个位置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把它这个从20万这个地方开始 开始写入 啊 写进去之后 嗯 再 重新打开备份文件 提取DMI信息 搜这个文本 USB搜 这个SOPP 往下数八行 从这个4156开始啊 选为奇指块 然后跳转到 245F 这个9.1KB的位置 然后选择ALT加2 设为结束块 把中间这一段内容把它 这个 截取下来 就是重新建立一个新文件 啊 你也可以直接复制 啊 直接复制也可以 然后切换到主BIOS文件中 啊 同样搜USB SOPP 再往下数八行 在主BIOS同样的位置 写入并保存就可以了 啊 写入并保存 这个就这样子 替换 这个DMI信息 你一定要从备份的BIOS里面去找 你不把这个东西丢进去 装了 就会这个感叹号 好 这就是我们华硕的这个一小部分 修改内容 啊 密的这一部分要单独的去改 单独改啊 你自己去试一下回去 啊 这是